乾隆晚年,乾隆大骂丧心病狂,竟敢狂吠,于是下令凌迟尹尹家全,起因是发生一起尹家全大肠狂吠案,开始不过是一场闹剧,本可以喜剧收场的,却最终因为天威无故震怒而以悲剧结局,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要从这一事件的主人公尹家全和他的父亲尹惠一开始说起, 尹家全的父亲尹惠一曾经官至正二品的河南巡抚,晚年功成身退,回家陪伴年迈的劳母,也就是尹家全的祖母,使人对此纷纷好评。乾隆二年,尹惠一回京述职,并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召见,而初登大宝的乾隆,素来知道这个尹惠一政绩不错,因此大大的对其表扬一番,并最终决定将他升任为广东巡抚。 要知道,在一年前,尹惠一亿才刚升任为两怀严正,而一年后不仅得以面胜,并且还能再次升官。 更重要的是,两怀严正在当时仅仅只是个正五品的官职。 而广州巡抚,那可是名副其实的从二品,并且巡抚也算是封疆大力了。 这么算下来的话,相当于尹惠一直接连跳了五级,要是换做其他人,估计当场就能激动地晕过去。 并且会赶紧磕头谢恩,然后美滋滋地上任。 但是尹惠一美哦,他反而向乾隆皇帝辞掉了这个官职。 对此,乾隆也是十分纳闷,而尹惠一的理由却很简单。 他说自己的老母亲年迈,如果自己上任广州的话,那么离老母亲太远。 就算是带着老母亲一块上任,又担心去了广州之后,老人家水土不服,所以他决定不当这个广州巡抚。 而听了尹惠一的理由后,年轻的乾隆皇帝大会感动,并对这个尹惠一也是好感大增。 最终,依然任命尹惠一为巡抚,只不过改任河南,不再去广州。 尹家全自己也在乾隆朝官至三品大理寺清,他延续了老尹的优良传统。 晚年退休,虽然父亲不在了,但也天天想着为父亲养养,总的来说也算是非常讲究孝道。 不过,儿子尹家全并没有完全成绩他父亲尹惠一的瑞士和财学。 尹家全更好只中过巨人,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做官。 他先是在刑部做主事,有生为郎中,后历任甘肃不正时,挤冬到,后来提升到大理寺清。 乾隆42年,尹家全光荣退休,可以说是功成身退,能够在家安享晚年了。 而且从一个巨人做到大理寺清也是相当厉害的,在任大理寺清期间,负责在其子弟的教育期间,还编写一本小学大权。 他出不少书,也算是个名士了,读书做官几十年,尹家全本就填诞,从一个巨人做到大理寺清也应该知足,但他偏偏看不破名利二字,终于在自己退休之后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 也给整个家族惹下了灭顶之灾。 那么尹家全到底做了什么,又为了什么引来这么大的获端呢? 其实他只是给乾隆写了两封信。 尹家全写了一封奏折,派儿子承送至乾隆面前。 在这封奏折里,尹家全除了极尽一美之词夸耀父亲的功绩外, 同时还恳请,希望乾隆皇帝能效仿当年康熙帝为宣阳道学的名臣陆龙起追逝为清县那样, 也给父亲尹惠一进行追逝。 而乾隆在看完这份作词后,心里第一个想法就是, 你尹家全在教我做事。 坦白来讲,未有功绩的大臣上一个嗜好, 对于乾隆来说并不算什么, 但是他心里却相当不得尽, 为何?尹惠一世有功绩不佳, 但不能是他儿子主动向朝廷索取侍候, 所以这一点就让乾隆极为恼火, 本来他恨不得当场置尹家全一个妄言之罪, 但考虑到尹惠一世自己亲手树立起来的道德标杆, 如果就因为一份奏折便直接处理他儿子的话, 未免有些打脸, 况且尹家全好歹也是朝廷的退休官员, 加上当时也已经七十多岁, 要是直接下指申斥, 或者问罪, 确实有些小题大做, 所以乾隆皇帝忍了几忍, 最终决定暂时压下这股路器, 仅仅是在作折中, 给尹家全力一番捎得警告意味的回复, 尹家全部知道读书读傻了, 还是老糊涂了, 或许是相信了皇帝所说的满汉一家, 君臣一体的这些鬼话给欺骗了, 在他看来, 乾隆的宽容正是对尹家的特殊照顾, 所以在收到回复后, 尹家全居然还不死心, 再一次上了一份奏折, 这次奏折的内容不是为父亲求是好, 而是希望乾隆恩准, 能让父亲从寺文庙, 从寺文庙即配向孔庙, 古代文臣几乎都将配向孔庙作为自己一生最高的追求, 而截止到清朝乾隆时期, 能从寺文庙的文臣, 仅有一位, 也就是乾隆提到的康熙年间的名臣陆龙奇, 这么说相信大多数人都能明白从寺文庙的标准之高, 而尹家全则在奏折中, 谈而皇之地请求乾隆皇帝, 希望能让他的父亲尹惠一一并从死, 这么一来, 当乾隆看到这封奏折之后, 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内容, 乾隆怒不可遏, 当即斥责尹家全为肆无忌惮, 丧心病狂不能够称其是未博虚名, 这国家明点于不顾, 甚至按捺不住火气的乾隆, 当庭则骂尹家全为大肆狂吠的疯狗, 总而言之, 乾隆这次确实气得够呛, 正因为如此, 他当即下令, 先隔去尹家全的顶带, 之后所拿进京, 交刑不审讯, 表面上看尹家全是在给自己的父亲请求嗜好, 实际上对于已经死去之人而言, 不管什么嗜好都无济于事, 这个嗜好最终真正能够蒙音的还是后代, 也就是尹家全与他的子孙们, 可是仔细一看, 尹家全这一生的作为与他的父亲比起来更是相差甚远, 要想得到这样的名誉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乾隆根本不会考虑, 乾隆也不傻, 他明明知道尹家全的真实目的, 第一次提醒他一下, 给他个警示, 希望他能够自己有点分寸, 结果尹家全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还要得寸进尺, 那不是明摆着作死吗? 与此同时, 直立总督元首动, 又将尹家全老家的天产等一并抄眉, 总之, 这一通抄眉下来, 尹家几代人积累的财富, 算是一下归了零, 但这还不算什么, 最让尹家人惶恐不安的是, 那么还不知道接下来, 皇帝会对尹家全以及全体尹家人做什么样的处置? 会审的整个过程, 基本上是采用一问一答方式, 英联主问, 跪在堂下的尹家全回答, 而对于英联提出的任何疑问, 以及所有认定尹家全有悖逆之言的罪名, 七十多岁的尹家全盘承认, 也就是说, 不管英联说他犯了什么罪, 有哪一句话, 哪些言论冒犯到了朝廷和皇上? 尹家全亚根不反驳, 反正就是一句话, 自己老眼昏花, 实在是狂吠无几, 确实罪该万死等等, 最终, 会审初步一定, 尹家全犯有狂被妄言, 目无君父, 大逆不道等罪安律你灵职, 其家属, 南十六以上斩, 其余军发功臣家为奴, 所有财产均冲过库, 总而言之, 乾隆之所以下令 处死尹惠一的儿子尹家全, 表面原因是因为尹家全 为父亲请示, 惹弄了乾隆, 实际上, 乾隆是想借助此爱, 来购戒天下臣民作为皇帝, 掌握圣山安法大权, 而作为臣子, 就应当勤勉办差, 而至于赏赐, 如果有, 那就是皇恩好道, 而没有也不能有非分知晓, 不然的话, 尹家全就是最好的例子。